任何美国总统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安全 在核时代,这主要意味着避免核末日 乔拜登鲁莽且无能的外交政策 正将我们推向毁灭的边缘 他加入了一个漫长且不光彩的总统名单 这些总统都曾与末日赌博 其中包括他的前任和对手唐纳德·特朗普 目前到处都在谈论核战争 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击败甚至肢解俄罗斯 同时告诉我们不要担心俄罗斯的6000枚核弹头 乌克兰使用北约提供的导弹摧毁俄罗斯境内的核攻击预警系统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的边境附近进行核演习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腾贝格 对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开了绿灯 因为一个越来越绝望和极端的乌克兰政权 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 这些领导人忽视了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核对抗的最基本教训 这是我们最大的危险之一 正如约翰F肯尼蒂总统所说 他是核时代少数认真对待我们生存问题的美国总统之一 在危机过后 肯尼蒂告诉我们和他的继任者 最重要的是 在捍卫我们自身重要利益的同时 核大国必须避免那些使对手面临屈辱撤退或核战争选择的对抗 在核时代采取这种做法 只会证明我们的政策破产 或者是对世界的集体死亡愿望 而正是拜登今天吞在Zord Neticing一个破产且鲁莽的政策 核战争很容易因非核战争的升级而爆发 或者因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冲动领导人 决定进行突然的首次打击 或者因为严重的误判 即使在肯尼迪和他的苏联对手 尼基塔赫鲁晓夫谈判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最后一种情况也几乎发生过 当时一艘失去动力的苏联潜艇 差点发射了一枚核鱼雷 大多数总统和大多数美国人 都不知道我们离深渊有多近 成立于1947年的原子科学家公报 部分目的是帮助世界避免核毁灭 他们设立了末日时钟 以帮助公众理解我们面临风险的严重性 国家安全专家根据我们离午夜 即灭绝 也真的远近来调整Singer Stone 他们将今天的时钟 时钟是衡量哪些总统明白了以及哪些没有的有用工具 令人悲哀的事实是 大多数总统以国家荣誉的名义 或者为了证明他们的个人强硬 或者为了避免来自好战分子的政治攻击 或者由于纯粹的无能 鲁莽地拿我们的生存做赌注 简单明了的计算 有五位总统做对了 将时钟远离午夜 而九位总统 则将我们推向末日 其中包括最近的五位 杜鲁门在1947年末日时钟 首次亮相时担任总统 当时时钟显示 距离午夜还有七分钟 杜鲁门加剧了 核军备竞赛 并在离任时将时钟 推到了距离午夜仅三分钟 埃森豪威尔继续了 核军备竞赛 但也首次与苏联 就核裁军进行了谈判 在他离任时 始终被挑回到 距离午夜七分钟 肯尼迪通过冷静的推理 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 而不是听从那些主张 战争的激进顾问的建议 从而拯救了世界 详见马丁舍温 2020年的权威著作 与末日赌博 随后 他在1963年 与赫鲁晓夫谈判 达成了部分核实验禁令条约 到他去世时 肯尼迪的和平倡议 可能导致了一场政府政变 JFK将始终 推回到午夜前十二分钟 这是一个伟大而历史性的成就 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林登约翰逊很快在越南升级冲突 并将始终再次推回到距离午夜 仅七分钟 理查德尼克松缓和了与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 并签署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 将始终军再次推到距离午夜十二分钟 然而 接下来的十二年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很大一部分功劳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他旨在从政治和经济上改革苏联 并结束与西方的对抗 然而 里根和他的继任者乔治·布什 也应当受到赞誉 他们成功地与戈尔巴乔夫合作 结束了冷战 随后在1991年12月 苏联本身也解体了 当布什离任时 末日时中显示距离午夜还有十七分钟 这是赫斯带斯开始以来最安全日题 遗憾的是 当俄罗斯明确表示 愿意建立和平与合作关系时 美国安全机构却无法接受这个事的答案 美国不仅需要结束冷战 还需要赢得冷战 它需要宣布并证明 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个将单方面制定新的 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国家 因此 1992年后的美国发动了战争 并根据自己的意愿 扩展了庞大的军事基地网络 坚定而夸张的 无视其他国家的红线 实际上是旨在迫使和对手屈辱的撤退 自1992年以来 每一任总统都是美国和世界 比他的前任更接近和毁灭 克林顿上任时 末日时钟显示距离午夜还有17分钟 但他离任时只剩9分钟 布什将时钟推到了5分钟 奥巴马推到了3分钟 而特朗普则仅剩100秒 现在拜登将时钟推到了90秒 拜登将美国带入了三场严重的危机 其中任何一场都可能导致世界末日 通过坚持将北约扩展到乌克兰 违背了俄罗斯的明确红线 拜登一再推动俄罗斯屈辱的撤退 通过支持一个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 他引发了新的中东军备竞赛 和危险的中东冲突扩展 通过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 而美国表面上承认台 This is Sopir Ketram Fallis the I-Tough and Stolosive Nauard 特朗普同样是Mortem in Stratana for Explored 最明显的是Ritsinitli-Elan the Tord 华盛顿最近似乎意见一致 为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提供更多资金 为台湾提供更多武器 我们一步步走向末日 民意调查显示 美国人民压倒心地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但他们的意见几乎无关紧要 我们需要从每一个山顶上呼喊和平 我们子孙的生存取决于此 我们下期见几乎无关紧要 我们下期见几乎无关紧要